我们看第六节 血气分析 血液气体分析 血气分析 那对于这个 大纲要求我们 对于血气监测参数和临床意义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氧分压的概念和意义掌握 其实这一章节你看 其实这几方面都是要掌握的 都是要掌握的 包括氧宝和多宝和氧氧分压等等 以及肺泡动脉血氧分压 分压它的概念和临床意义 这是了解一下 其他都是要掌握 其他都是要掌握 所以这一章节应该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章节内容 当然还有血气监测和呼吸生理 其中外呼吸与血气分析 要掌握一下 包括肺通气的问题 肺换气的问题 对吧 以及血气监测与气体运输 和血气监测与组织呼吸 等这些基本上都掌握 或者是熟悉内容 所以血气分析又是一个 就里面的这些情况 血气分析这个监测 又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内容 所以在前面我就说 这前几节可能听起来比较枯燥 是吧 因为它大部分都是理论 而且大部分的都是我们 因原则上都是掌握的内容 那到后面我还会涉及到 像一些新刷 像休克 我们的一个治疗原则 治疗的情况 在病生情况 但是前面呢 这部分呢 应该说是我们应知应会的问题 而且而且应该原则上 应该是其实是一个 每一个科室的医生 他应该都会的问题 你学习分析 可能设计要每一个科室 对吧 每一个科室 不光是我们的重症 是吧 不光是我们重症 其他科室也设计到 那我们也应该会 我们看第一个养分压 咱们在前面 在前面讲这个酸碱 在前面讲 咱们一直讲二乙化的分压 对吧 那咱们看这个是养分压 因为一个学习分析里 它不光是出那三个数值 它出了一堆的数值呢 对吧 那你要以每一个数值 你都要知道 它的临床存在 对吧 第一个养分压 它的概念和临床意义 养分压是什么 溶解在血浆中的氧气 而产生的压力 溶解在血浆中的氧气 产生的压力 那在吸入空气的情况下 以溶解状态 以溶解状态 存在于血液中 在吸入空气 溶解状态在血液中 存在氧是比较少的 100毫升的血浆中 仅溶解多少 0.3毫升 而且绝大部分呢 什么 与血红蛋白相结合了 这个氧 相结合进行运输 正常人养分压 是80到100 随着年龄增加 它就会下降 下降 所以不要求老年人 必须到达100 对吧 养分压 这些有个公式 但养分压 一般不能低于70 你原则上 咱们正常值80到100 它老年人可以下降 可以在90多 可以在80多 但是不能低于70 不能低于70 因为它有一个 跟年龄有关系的 一个数公式 跟年102减去 0.33乘以年龄 所以年龄越大 它减的越多 它减的越多 它当然就是 你就够不上100了 对吧 够够不上100了 但它肯定会低 但不能再低 不能低于70 氧气在血液中 溶解了多少 与氧分压成正比 氧分压越高 溶解的会越多 所以血液中呢 这个溶解的氧 随着氧分压增高 就会增多了 那动脉血氧分压 反映的是 机体的 机体的氧和状态 血氧分压 与组织 供氧情况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 氧气 像组织中 直接放的是 直接 直接 放的是这个氧气 取决于 氧分压的高低 像这些同样的道理 氧分压越高 你的一个氧气 你血里溶解的氧气 会越多 用氧气 那给组织中供的氧 也就会越多 对吧 供氧气 所以这就是一个 同样的道理 对吧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应该说 是一个小的概念 就是 精脾氧分压 精脾氧分压 那就是经过 完整的皮肤 表面你监测的氧分压 对吧 精脾 完整的皮肤氧 就咱们这条皮肤 你去测氧分压 测氧分压 那以反映什么 动脉血氧分压的方法 就是 精脾氧分压 经过完整的皮肤 表面你测得的氧分压 成为精脾氧分压 检测 那增加局部皮肤温度 可以使皮肤毛细 血管血流量 在增加 气体经过这个脚趾层 气体经过这个皮肤的脚趾层 泥散速率越高 升高 以电脊 测定皮肤表面的氧压力 就是氧的分压 优点什么 你不用采血 对吧 而且还是无创 老百姓也能 能爱于能于接受 而且主要是你一下子 都能一测 能测出这个值来了 对吧 还不用光机 车一下 它挺疼的 只要你测个血糖 你还挺疼的 对吧 这也不疼 不疼 所以这个方便 而且还无创 不用采血 对吧 这个挺好 挺好 因为它是利用的是 你局部增加 增加局部的皮肤温度 毛细血管 血流量增加 血流量增加 这气体就是里面的含氧 就会增加 对吧 那当然了 细体就会经过 这个皮肤这些往外 弥散 往外弥散 弥散呢 你就会用这些电极 捕捉到这些 捕捉到这些信息 你就可以出疏了 对吧 正常人的 成年人的 这个精疲养分压 与本身的这个养分压 相关性良好 那精疲养分压 一般比你真正的那个 真正的那个养分压 要什么 要一样 一般比它呢 要低 低1.33 低10个 是吧 婴儿皮肤薄 那透过信号 那透过它 它去测的时候 与你真正的养分压 就比较接近了 接近了 是吧 那老年人 就咱们到最年龄增加 你脚趾层越来越厚 可能你测的呢 就会比真正 从个动脉血测的呢 可能要低一点 可能在低一点 是吧 而且它血流量要充足 那本身在局部血流 充足的情况下 与动脉血气分析 应该是密切相关的 局部血流少 血流是胸儿收缩 心排血量少 低血容量 就休克了 那这时候你精疲测的 你可能就是 与你真正的测的 就有关系 就有 就是说相差性 还是有的 对吧 相差性还是有的 所以它也被用作 循环功能和组织 灌注量的一个监测 监测 就是你本身 小孩子 因为它薄嘛 所以透过去好 你会可能一样 但是如果你是 本身局部 没刷循环就不好了 本身你的血量 血流量状态 也不好了 也不好了 这些都不好的话 那你去测的话 可能差值就比较大 比较大 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 你灌注的情况 对吧 循环功能和组织灌注的 情况的监测 也是有 也是可以反映出这个方面 所以精疲养分压 对吧 那第二个呢 就是混合静脉血 养分压 混合有静脉血的养分压 那叫做肺动脉血养分压 因为肺动脉流的是什么 静脉血 对吧 肺动脉流的是静脉血 所以它又称为肺动脉血养分压 就混合静脉血养分压 它反映的是全身养共与养耗平衡的综合指标 每一个小的它的意义要知道 每一个小的意义要知道 你这个精疲养分压 你反映什么 反映的是动脉血养分压的一个方法 它只是无创 不用采血 对吧 它反映的是动脉血养分压 而你混合静脉血养分压呢 它反映的是全身养共和养耗的平衡情况 平衡综合指标 可以通过肺动脉导管 与肺动脉抽取混合静脉血的血压测定 测定时呢 应该注意什么 将动脉导管这个球囊要放弃 抽取要慢 以免你抽到远端已经养合的这个动脉血了 那就不是很有意义了 不是很有意义了 所以干扰这个静脉血的测定 就是你要如果你要是抽得过快 或者已经把远端的混了动脉血的 你抽到了可能就干扰这个值了 那这个值PVOR 也就是混合静脉血血养分压的一个 正常值是37到42 因为那毕竟是静脉血嘛 所以它肯定养分压肯定就要低 肯定要低是吧 平均是40 40左右 低于35 那就认为什么 缺氧 低于35 因为它本身正常是37到42 低于35就太低了 那尽管是静脉血不能低成内氧 所以它要低成内氧 那就证明组织有缺氧的存在 组织有缺氧的存在 所以混合有咱们要知道 所以要知道混合有静脉血的血氧分压 那就是你测的是肺动脉的血 肺动脉的血 反映的是氧供和氧耗的平衡状态 你取的就是肺动脉血 对吧 你取的是肺动脉血 那只要取肺动脉血 你要注意就是缓慢抽 别抽的太快 要不然你把这远端 这个你混合动脉血就抽到了 那就意义都不大了 你要只有正常值 应该是40 40低于35就有意义了 这个是混合静脉血氧分压 混合静脉血氧分压 那咱们看下面 血氧饱和度 血氧饱和度概念临上意义 血氧饱和度 它们应该说是经常测 经常测是吧 是指的什么呢 是血氧蛋白被氧饱和的程度 为什么叫血氧饱和度 血是血氧蛋白 氧是氧饱和 是血氧血氧蛋白被氧饱和的程度 叫做血氧饱和度 100%用百分比表示 对吧 那血液血液标准中 血氧蛋白 血氧蛋白实际结合养料 与最大结合养料的百分比 百分比它是指的是吧 就是你血氧蛋白氧含量 与氧容量之比的乘以百分百 就出现了这个氧饱和度 就是你真正的结合的 真正结合的这氧饱和氧含量 和你原则上应该全部结合的 那氧容量吗 最大结合的和你实际结合的 它们之间一对比就出数了 就出数了 就是血氧饱和度 它反映的是血氧蛋白的 被饱和的一个 被氧饱和的一个程度 那血氧饱和度 它与血氧蛋白多少无关 与血氧蛋白与氧结合的能力 是有关的 对吧 这个明白 血氧蛋白如果你很多 但是跟你氧没有 完全不结合 完全不合 多也没有用 你血氧蛋白比较少一点 少一点 但是你结合能力很强 也是挺好的 也是不错的是吧 所以氧气与血氧蛋白的结合 结合与氧分压 还直接有关 还直接有关 而且有温度 二氧化的分压 氢离子 这些红细胞内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其他成分 磷脂都有关 都有关 所以就是你的血氧饱和度 影响它的因素 还是比较多的 不光是血氧蛋白 与氧结合的能力 当然这是最直接的 当然还与其他的 你的温度 二氧化的分压 氧分压等等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动脉血氧饱和度 通过采集动脉血 由血气分析仪来测定 也可以由什么 由脉搏血氧饱和度仪来测定 就称为脉搏血氧饱和度 脉搏血氧饱和度 就在这儿了 血氧饱和度指的是 动脉血氧饱和度 对吧 你得通过抽血 那血气分析那数字出来 血氧饱和度 那脉搏血氧饱和度呢 是SPOR 它就可以通过脉搏测的 脉搏测的 脉搏测的血氧饱和度的 这个仪器来测的 所以血氧饱和度 它和血氧蛋白 它和养 与血氧蛋白 与氧结合的能力 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那这是应该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是吧 你看临场 广泛应用 广泛应用的什么 应用的就是 你的脉搏的血氧 脉搏血氧饱和度 这个广泛应用 因为它本身 间接的反映了 你的动脉血氧饱和度的变化 对吧 正常是92到99 92到99 那脉搏的血氧饱和度呢 是氧向组织转运 所涉及的 各个环节的综合反应 氧向组织转运 所涉及的 各个环节的综合反应 就用脉搏的血氧饱和度 来代替了动脉血氧饱和度 因为毕竟你要 抽动脉血 是吧 你查血迹分析 那也不是说特别的方便 你应该光机加一下 你都可以看测桌 脉搏血氧饱和度了 是吧 你这个呢 就相对方便一点 相对方便一点 是吧 正常值应该知道 92到99 由于氧解离曲线的特点 所以这个氧分压 在60到110毫米巩柱 变化时 你的氧饱和度 就是91到99 99 变化不明显 当你氧分压小了 小于60 为于氧解离曲线的 这个氧解离曲线 这个抖直 它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曲线 所以它在一个抖直的阶段 这种阶段 那它轻微下降 这氧分压轻微下降 就导致氧饱和度 框 就直线下降 就是垂直 就急剧降低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这个氧解离曲线 它不是一个 就是直线 它是一个曲线 那叫曲线 是这样一个曲线 对吧 这样一个曲线 所以它有一个阶段 特别抖直 特别抖直 所以氧分压 就下降一点点 所以整个的曲线饱和度 就降得非常明显 降得非常明显 所以就是在这个数值 就小于60的时候 它就出现这种抖直阶段了 抖直阶段 所以氧分压轻轻波动 那氧饱和度 就会明显变化 明白的 所以氧饱和度 对第一 监测低氧 动脉曲线饱和度 对监测低氧 有重要价值 那重要价值 以低于90% 就为缺氧的什么 临界值了 临界值了 所以你监测 缺氧饱和度 那对于低氧 是非常关键的 对于它的早期的预警 诊断 是吧 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 特有帮助的 所以一般咱们都会加一个血氧 是吧 就脉搏的血氧饱和度 那咱们一个 因为它间接反映的 动脉血氧 所以咱们都加它 你看一下这个数值 数值 总在90以上 98 99 倍好 倍好 你心态也比较好 那一下子光积到80了 到70了 那你是什么心态 因为现在你赶紧着急的呢 所以我们监测也是那样 也那样 看这个心率 哎呀 跳得挺快 跳得挺快 呼吸 血压 血压还可以呢 当这个血氧光积光积 就要70了 你这个病人很快地勾向 很快地勾向了 因为血氧这么低了 那很快这个病人就勾向了 所以 脉搏血氧饱和度 可以吗 它可以受光电 受指甲油 受皮肤颜色 受太阳血氧蛋白等等 包括高铁血氧蛋白都干扰 低血压 低血压 这些包括你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情况 就准确度都会降低 都会准确度都会降低 是吧 降低 临床应用应该注意 注意 就是血压太低了 这末生循环特别差 我们也知道 就是如果是冬天特别凉 手特别凉 你要给加你的不出树 你不出树 我们给它误一会儿 是吧 让它就是 至少你的血运循环好一点 你再去加就可以出树 而也特别低的话 末生循环量 皮肤的 就是说这个血流少的话 树也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不是很准确的 所以它会受到这些光点 受到颜色 受到温度 受到指甲油的影响 因为指甲油它有厚度呢 所以你加是加这的 加这它有厚度啊 你还影响呢 对吧 所以它影响比较多 我们的这个都是要注意的事项 注意上 毕竟测的末生 你不是说插一个动脉血 测出来的 因为你不可能一会儿炸一个 一会儿炸一个呀 谁受得了啊 所以只能是以脉搏血氧饱和度 来间接反映你的动脉血氧饱和度 那脉搏呢 这个就要注意它的一个事项了 因为它会受到因素影响比较多一点 但你要知道这里面 你要知道是正常值 92到99 那而且呢 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养分压制 在60到110之间 你可以这个变化还行 那这个变化还行 这不明显 因为它91到99之间不明显 可能92 可能98 可能96 这可能没有明显 但如果它小于60 那就是很明显 只要氧一下降 它就这个血氧饱和度 就是血氧饱和度 明显下降 那这个是影响破度非常大 非常大 这个是我们要需要 尽其警惕的 那影响 如果它影响 它的影响非常大了 那它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啊 就说明它的血氧 血氧已经不够了 氧分压已经不够了 对吧 氧分压已经不够了 这个要明白 是吧 要明白 好我们看下面 这个是一个静脉的 氧分压 那可以 它可以呢 反映的是什么 它可以反映右心漂浮导管 右心导管 是肺动脉内取血 标本的测量 测量 因为它本身是静脉的吧 就是刚刚说的是 还是动脉的 对吧 是动脉的一个血氧饱和度 动脉血氧饱和度 那这是静脉的血氧饱和度 静脉血氧饱和度 你是从肺动脉 肺动脉流出静脉血的 你标本来测量 测量 是吧 肺静脉的 静脉的一个血氧饱和度 正常值是65到55 6到75 因为它肯定比动脉要低 动脉咱们说92到99 静脉是65到75 它本身反映的是什么 心排血量 动脉血氧饱和度 血氧蛋白量 所决定的养供和养耗之间的关系 同样它也反映的是 养供跟养耗之间的关系 同样它也是 与这个血氧蛋白 相结合的一个情况 相结合的情况 是吧 它也会反映这些情况 养供减少或养耗增加 那它这个静脉的 这个血氧饱和度 它也一样会下降 血氧 所以你在码队期间 也是要监测 除了监测动脉的 还有也可以监测静脉的 因为它本身也会反映一定容量 尤其是它反映什么 心排血量 因为它在动脉 肺动脉这 所以动脉这个取标 取血取标本 所以它更反映的是 心排血量的变化 心排血量 所以它的变化影响了 主要反映的是 心排血量的问题 心排血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要 就是这个就是每一个 咱们知道每一个数值 每一个应该说 每一个 它的一个情况 每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情况 那就要知道它的概念和临床意义 它反映的是什么标准 它概念就是说 它是什么 为什么 什么叫血氧饱和度 它反映的是什么意义 反映出来什么意义 那影响因素是什么 正常值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对吧 需要我们掌握的 包括咱们说的这个静脉的 静脉血氧饱和度 它一样 它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的是心排血量的问题 它正常值是什么 65到75 对吧 65的血 它取自什么 是右心导管自肺动脉的取血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临床意义 大家也知道这些 你这些 你刚刚说的那些情况 你就知道了 对吧 知道了 我们看下面就是二氧化碳分压了 二氧化碳分压的概念和临床意义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动脉血 二氧化碳分压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二氧化碳分压 是血液中 血液中这些物理溶解的 二氧化碳分子 它产生压力 刚刚说氧分压是溶解那些氧分子 氧它所产生压力 而血液中二氧化碳也一样 它溶解的二氧化碳分子 产生压力 就是二氧化碳分压 可以采 可采动脉血测的 或者是用血管 是吧 或由血管内电极连续测定 二氧化碳分压 是通过肺通气 肺通气与二氧化碳产生的量 平衡的结果 肺通气功能与二氧化碳产生的量 平衡的结果 通常二氧化碳产生量不变 它的二氧化碳分压 是反映通气与酸碱平衡的重要指标 本身就是二氧化碳分压的反映是肺通气的问题 通气和二氧化碳量的平衡的问题 平衡一吸气就到肺泡内 肺泡内就会交换 交换然后就把二氧化碳给你 你在呼气所以这个反映是通气和二氧化碳产生的量 平衡 平衡一般二氧化碳产生量不变 不变就是你所以是个通气功能 还有酸碱平衡的一个重要指标 咱们前面讲酸碱平衡的没讲了 对吧 你二氧化碳分压跟你的呼吸性酸中毒 呼吸性减中毒是有关系的 对吧 正常值是多少呢 是35到45 35到45反映什么 气体交换功能 二氧化碳分压反映是气体交换功能 是肺通气和酸碱平衡的重要指标 反映的是气体交换功能 正常值是35到45毫米公主 所以这点小数值只要掌握的 只要掌握的 那如果大约45 二氧化碳分压大约45那肯定是高了 对吧 高了那叫高碳酸血症了 那二氧化碳深层增加 比如高热寒湛的 那你要说碳酸氢钠是减增多了 对吧 那中枢性和外周性的一个呼吸性的 什么抑制导致肺通气 通气不足 会通气不足 所以最终呢 使你二氧化碳堆积在体内 比如说还有一些术后 全脉药的残留作用 使你呼吸还受到抑制呢 或者椎管内的组织 你到时候平润过高 导致呼吸机的一个 就是疏缩功能受到抑制 那抑制的呼吸机 你不给它不回缩 那它气就排不出去 排不出去那也一样 二氧化碳就会堆积在那 还有就是手术 手术虚型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气腐 导致二氧化碳气流入血 你做抑腔镜 你得需要气腐 那气腐的时候 你可能这些二氧化碳 就是你的应该说是 造成的人为的气腐 是二氧化碳进血已了 那二氧化碳也会增多 对吧 以及包括机械通气时 你由于通气量 你给调了一个 你设置问题 导致什么 导致一个低 无效枪量过多 那无效枪量多 那无效枪有什么 二氧化碳堆对吧 包括减石灰的应用等等 以及呼出 呼出这个伙伴失灵等 都会使你的二氧化碳分压 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当二氧化碳分压小于35 就刚刚说大于45 你是二氧化碳多了 小于35 那二氧化碳少了 你要过度通气的 体温比较低的 以及代谢 机体代谢率比较低的 二氧化碳生成少的 都会使它少 就是你二氧化碳分压 应该是35到45 代谢之五肯定是二氧化碳多了 但二氧化碳在体内株流了 株流了 要不就是生成多了 比如寒湛的高热的 要不就是你中枢 就是使你呼吸跳到抑制了 所以你不喘气了 所以二氧化碳越多越多 还有就是你使用人为的 需要的这个抚强镜 需要气腐 二氧化碳吸收入血 吸收入血 或者你呼吸经济参数 调得不太好 调得不太好 这都有可能 如果它低于35 那这种二氧化碳排除多了 比如过度通气的 或者你呼吸 的确是你也没有调好 包括基础代谢力低的 低体温的 这些都有可能会使你的 二氧化碳分压会减低 一个身高 一个减低 大体的原因 我们要知道一下 要知道一下 我们看下面的数值 就是精疲二氧化碳分压 有精疲 也有氧分压 也有二氧化碳分压 对吧 这将电极呢 直接放在皮肤之上 连续测定的二氧化碳分压 也是一样的 其实跟氧一样的 精疲嘛 精疲就皮肤完整的 你去测就测出来了 测出来了是吧 精疲 它放在皮肤上 连续测的了 测的 测定方法 其实和氧 精疲氧分压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你监测一下 看看 皮肤血管 发生主动性的扩张 就是因为它会加热嘛 监测电极加热 到超过正常体温 它就会扩张 那也容易测入了 但二氧化碳 通过皮肤和电极膜 向电解质液内 弥散时 就产生PH变化 而人后PH变化 产生就会有转化相应的 一个精疲的二氧化碳分压 这个值 那个数值就显示出来 你就能看得到了 一般的精疲 二氧化碳分压 一般它比二氧化碳分压 本身就要高 5到20 氧是低 它是高 因为到末梢了 可能二氧化碳会更多 对吧 更多 而血流洞穴改变呢 对于它的影响 也比精疲 氧分压要轻 要轻 在成年人和婴儿中 二氧化碳分压 显著 相关性显著 反映的是二氧化碳分压的一个变化 所以精疲二氧化碳分压 与你本身的动脉血的二氧化碳分压 它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是精皮肤的一个测定 对吧 怎么测定 咱们不用管它 刚才没说了 说你加热 比如血耳扩张 二氧化碳就出来了 这些不用管它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数值 比你真正用动脉血的测的 二氧化碳分压 这个数值要高 高5到20 高5到20 所以它反映的是 体内二氧化碳分压的 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那么看呼吸末 呼吸末的二氧化碳分压 呼吸末的二氧化碳分压 它本身是重要的 生命体征之一 呼吸末 咱们也正常呼吸 呼吸末 二氧化碳就排出去了 二氧化碳分压 不仅可以监测通气 还可以什么 反映的是循环和 肺血流的情况 所以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的监测 就比较有意义了 而且比较重要 对吧 所以你呼吸末 二氧化碳分压 它反映的是 监测的通气 也反映了循环和 肺血流的情况 肺血流的情况 所以二氧化碳分压 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是麻对期间 监测的基本项目 就是你必须要监测的 必须要监测的 所以我们麻对师 麻对机上监测的 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是肯定要监测的 包括红外线的分析仪压 质朴分析仪压等等 这些临场应用 应用于监测 二氧化碳的一个 测定的一个方法 测定方法 就是一个无创 简单反映块 连续测定 这些都是它优点 你能够通过无创 而且能够通过 通过某些仪器 很快都反映出 这个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是多少 这个我们应该说什么 很愿意接受 而且有病人 也能够耐受 也能耐受 而且它反映的意义 也比较重要 这又显得我们就是说 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 需要我们知道的 要知道的是吧 所以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它是重要的一个 生命体征之一 是你必须要监测的 对吧 它反映是循环 和血流的一个情况 肺血流的情况 对吧 而且它简单无创 更容易掌握 那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接近于肺泡 那二氧化碳分压 对吧 所以它反映的是 血气的 就是动脉血的 二氧化碳分压 二氧化碳分压 它比呢 血气的 就二氧化碳分压 要低1到3 低1到3 这个大体质量下 比它要低 那如果是你的一个 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它增高了 建议什么情况呢 因为它比动脉血的 二氧化碳分压要低 但是它也有高的时候 那什么 在波形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这个 如果你测定的 测定的这个 呼吸末二氧化碳分压 逐渐升高 与分钟通气量不足 二氧化碳产生增加 气腐是二氧化碳吸收 有关系 也就是你测得的 这个二氧化碳 这个值在增多 那就是与你 肯定是产生的多呀 或者是猪瘤的多呀 或者是它吸收的多呀 有关系 有关系 如果同时伴有基线抬高 波形不变的情况下 你发现的呼吸末 二氧化碳分压再升高 那就是你可能 二氧化碳产生的多了 或者气腐造成的 它吸收多了 如果伴有基线也太高了 那体是什么 二氧化碳被重吸收了 重复吸收 重复吸收 建议什么 麻醉的时候 呼吸的一个 这个活泼的失灵 呼吸活泼 是你吸进 你呼出去 把二氧化碳分压 就二氧化碳就呼出去了 那如果这个失灵了 那你就不停的在吸 那不停的吸 是吧 就反复的二氧化碳 一个重吸 包括二氧化的吸收剂 你再不停的进 进去 以及浩劫和新鲜氧气流量不足 新鲜气体流量不足 就不停的去 去吸这个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你呼出去这个气 你就吸回来了 呼出去你就吸回来了 这些就是造成你的 二氧化碳重吸收 重复吸收 而使你的什么 伴有层高 同时伴有的基线抬高 如果你的这个 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 突然升高 但是基线为零 基线不太高 基线为零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注射了碳酸氢钠 或者是松解肢体 止血带引起的 引起二氧化碳增压 二氧化碳就是 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增加了 但基线没有问题 基线还是零 基线是零 这时候就是因为 你人为的给点了 碱性的物质 碱了碳氢钠 或者是什么 你把这个止血带松了 止血带松了 松解止血带 引起了血流的问题 所以造成它 陡然升高 但是基线是零 所以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波形 波形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升高 升高 那是什么 是你二氧化碳什么 产生 产生多了 或者经气腐二氧化碳吸收多了 如果搬有基线升高 搬有基线升高 二氧化碳分压 就呼吸默二氧化碳也增高 那就是因为什么 你重复在吸收二氧化碳 不停的吸收 不停吸收 还有它如果它基线是零 但是你的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升高了 那就是你输了太难清淡了 或者是你松解了止血带了 出现这种情况 这升高 建于什么 这个都是要掌握的 这都是要掌握的 那它有降低的时候 那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降低 建于什么 突然降低为零了 那有呼吸缓路荡开了 气管导管拖出了 或者误入齿管了 或者是采样管阻塞了 反正总之是你要是为零了 你肯定是这个气道没有了 对吧 是吧 你这个气道被断了 所以你看呼吸环路断了 要不是气管出来了 气道气管插管拖出来了 或者你根本没插到气管 插到石管里去了 这时候你没有气啊 没有气从这气道里走 你怎么测啊 所以你测出来就是零 对吧 就没有气嘛 那如果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 呈指数形式降低 也在降低 一个是降到零了 一个是指数降低 然后降低 短时间内什么 循环血容量 快速减少血压下降 肺栓塞了 心脏骤停了 那它就哐哐哐哐 是这么下降 指数降低嘛 指数形式逐渐降低 指数降低 就这样一见于 短时间的血流突然就没有了 循环血流就突然没有了 比如说血压下降 或者是一个肺栓塞 也到一下子堵住了嘛 或者心脏骤停 一下子没有血了 所以在这个短时间的循环血压 就让减少 你使你的呼吸默二氧化碳分压 呈指数降低 突然降低 但是不零 不为零 突然降低 突然不为零 那是什么 要不是这个导管 你插这个管扭曲了 曲折了 还通点气 似通非通 或者通气回路部分 部分脱落 部分脱落 麻袋中可以根据 它的二氧化碳 这个波形 来判断 患者自主呼吸的情况 寄送剂残留情况 恢复情况 就是你降低也不好 升高也不好 升高当然说 建议这三种情况 波形不变的 或者同时把有激验抬高的 或者极限为零 但它升高的 也有降低 也建议这三种情况 一个降低到零了 一个降低 但不是零的 还有呢 就呈指数降低的 降低 降低是零 你肯定就没在这个气道里面 对吧 降低但不为零 那肯定还给你留点气 留点气 是吧 那降低 降低成指数降低 就突然的短时间 那个血容量不足了 不足了 然后就可以降低 就是呼吸末的二氧化碳分压 那降低情况也要掌握 就是升高降低 都是要掌握的 都是要掌握的 那大家看后面 二氧化碳总量 二氧化碳总量 又是一个概念 是吧 是指的呢 存在于血浆中的 所有的形式 就是二氧化碳的一个总和 所有形式 二氧化碳的一个总和 就是存在于血浆中 所有形式二氧化碳的一个总和 就是二氧化碳总量 当然 当血液中 pH是7.4 pH是7.4 二氧化碳分压是40 体温 血温是37 适合度时 这时候你的二氧化碳总量是25.4 25.4 就是你7 pH7.4 二氧化碳分压是40 体温 血温是37 这标准状态情况下 你的二氧化碳总量是25.4 25.4 包括很多的这些光光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 应该说 血浆 碳酸 实际上包括的是 溶解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本身和水结合 才能形成碳酸 而碳酸总量 应该说是很极为量 至于二氧化碳结合力 应该什么 测定方法不同 它也有不同 不同 二氧化碳结合力 它所测定的数值 实际上与你的二氧化碳总量 它是有一个什么 是一个受 它受代谢性 呼吸性 代常性 因素影响的一个指标 所以它是没有特异性的一个意义 因此 临床上已经放弃这些指标 就二氧化碳结合力 目前是不验的 就是我在刚上班那时候 那几年 那几年还验的 还验的 但是现在就不验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异性的意义 我记得 我那时候还小大夫呢 我们院长查房还问我呢 他说 小多数你看 这个值 二氧化碳结合力 这个正常值是多少 正常值是多少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意义 我记得印象太深了 还问我这个问题呢 现在呢 咱们已经不验了 因为它受的影响太多了 受影响太多 就算它有一定变化 你能分析出什么情况吗 因为你要一分析 分析很多 那你怎么处理 没有特异性怎么处理 对吧 所以这个值都逐渐的被淘汰 就不会再验了 验了 咱们基本上现在化验值 就实验室验的一个值 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说明意义的 是吧 都有一定的说明意义 我们才去验它 才去验它 是吧 比如说你验一个 验血脂 你高了 胆功成高了 你可以只要高胆功成血症 对吧 肝硬三指高了 你说高 肝硬三指血症 你底下有意义 你别的去代替不了它 那你就可以有意义 验个血糖 血糖高了 那就是糖尿病 那别的代替不了它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才去验 没有意义的 你都没法验 包括你看血流变血 现在很多医院 应该说都不验血流变 记得原来就是 我们刚上班那时候 都验血流变 血糖血脂血流变 那时候 现在都不验 为什么 没有特殊意义 你就验出来 血流变增高 什么低切中切 什么高 你能说明什么 说血年度一定增多吗 那可不一定 对吧 不一定 因为它受影响很多 比如这个病人空服 和他喝完水以后 这个值就有很大变化 很大变化 那就没有意义 所以都不验 都不验是吧 因为有别的指标 都可以说明它的问题 但是用意义上别的指标 它有特异性的指标 对不对 所以这些 包括二氧化碳总量 你要知道是 血浆中 在存在于血浆中 所有形式二氧化碳的一个总和 就是二氧化碳总量 二氧化碳总量 它就是标准的值 应该是25.4毫模每胜 就OK了 OK了 就要知道了